本节目每周二周五在干净世界独播 欢迎订阅精英论坛在干净世界的频道 贡献了82%的股市交易额 但仅仅获得了不到9%的利润 机构投资者交易额不到18% 但却获得了91% 上市公司这些大机构 它不但没有回购股票 反而是现在在趁机去套现 这个国王如果不好 就会出现一个政变 那毛泽东在三年大饥荒之后 七千人大会上受到批评 只好退去二线 那现在习近平的促进也非常类似 党内几乎一致都反对习近平 包括现在表面上跟他走的人